我们直接理解一下镜头的类型与拍摄的技巧 首先镜头的分类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理解 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 关于镜头中的这些变焦摄像机的摇移 包括整体的推拉移动或者是摄像机中的这些对象移动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如果你学过摄影的话 可能说你对一些专业的知识或者是镜头有一定的认识 但如果说我们是完全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PR的操作 或者说第一次接触摄像机 可能你对这些概念完全不了解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边我们就简单的从上往下理解一下 那首先变焦镜头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么现在很多手机都在推出变焦 尤其是华为系列的一些手机 那它的P系列可以达到30倍甚至40倍的变焦镜头 那这个变焦是怎么样的概念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相机中 你会看到有这种定焦的镜头 比如它标一个数字50 那比如说它是一个50毫米的相机 那么它的这个焦距就是50 它不会变 但有些相机我们看到它会给出一个数值 比如说18到135 那么它的这个焦距的范围 可以在18毫米到135毫米之间进行改变 你也会看到它就像望远镜一样 推拉出来的这种长的这种镜头 所以这个是变焦镜头 我们的定焦镜头是固定不动的 但是变焦它会去调整镜头 去拉伸和缩放你的画面 当然我们的人的眼镜它是不可能说像放大镜一样 或者说像这个望远镜一样 跑远跑近 它不会有这个变化 人眼的就是一个定焦 我们在一些电影中呢 经常会看到有一些这个变焦的镜头 通常的是作为一些艺术效果或者是特效而出现 但是我们在一些纪录片电视剧 基本上你是看不到这个变焦镜头的 因为这个变焦呢 会让画面产生一些冲突 产生一些波动 会让观众的心理呢 产生很大的这种不适应的感觉 或者说瞬间转变这种视觉冲击力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这个变焦的镜头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画面中出现了大量的变焦镜头 从远到近从近到远 但是你人眼的话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功效 所以这种画面呢 只适用于这种比较有艺术感的画面 所以这个是变焦镜头 它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但是我们要记住电视剧呢 基本上是不用的 如果你动不动就缩放一下 那我观众的这个视觉很容易就被干扰了 所以这个变焦呢 是不符合正常的观察规律 它会引起观众的这种心理压力 但是变焦的好处就是说 你如果人站在大楼的一侧 然后你要拍另一栋大楼的话 你可以去像望远镜一样 把这个焦距调远 你可以拍的更远一点 当然这个拍的远和近的画质 取缘于这个设备 它的这个拍摄的质量和它的这个价格 所以这个是变焦镜头 第二点我们理解一下摄像机摇移 摄像机摇移其实 它就是摄像机自身固定之后的一个变化 比如你用三脚架固定 那你的摄像机呢 只能上下一动左右移动 你不可能说超出三脚架的移动范围 它的范围只能是左右上下 基于这个范围去运动 所以如果你用过三脚架的话 你可以轻易地感受到 如果我不移动或者说不拿走的话 这个三脚架只能拍出固定的画面 如果想再拍其他的画面或其他的位置 你只能去移动 比如说这个画面 它的这个平移 我们看到从上往下 从右往左 那这边切换了画面 就像我们一个人站在一个位置固定不动 然后同时呢 你扬头低头 向左摇头 向右摇头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关于这个三脚架 第三种类型就是整体的这种推拉移动 比如说这种滑轨 你的摄像机呢 在这个滑轨上 你可以呢 去推着它往前往后 保持一个整体的推拉 随着这个视频中人物的运动 你会跟随着一起进行运动 当然呢 我们也有一些其他的设备 比如说你摄像机整体推拉移动的时候 除了轨道车之外 你可能说 镜头的推拉和摇移 还会考虑和这个摇臂的进行结合 那摇臂是什么样的概念 我们看一个简单的视频理解一下 所以摄像机的这个推拉移动呢 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当然如果作为人作为载体的话 人也可以推拉和移动 但是这个手由于走路的时候 它的这个晃动比较大 所以会有很多稳定器 那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斯坦尼康 稳定系数呢 非常好 依靠硬件呢 去做稳定 当然除此之外 我们也有一些手动的设备 当然在一些大型的专业的拍摄现场 都会用到专业的设备 但是手持设备的话 几百块 你就可以让你的画面拍得更好 更加的稳定 比如你围绕了一个人绕圈 拍个360度 拍摄一圈这个人物 那一些手持设备就能很好地 让你的设备发挥最大 最极限的性能 当然最后一种方式 拍摄对象移动 这个方式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方式就是 相机固定机位 然后比如说广场舞 我们的相机不动 然后所有的元素呢 都是视频中 人物在动 或者是车子在动 或者是运动的元素 那比如说水 雷电 鱼 这些都是属于运动的元素 那这个是摄像机 自身的运动 这是我们这个拍摄的四种类型 当然最后呢 我们再看一个知识点 关于这个 镜头的一个复杂的划分 简单的镜头就是 它的镜头没有推拉 也没有摇移 也没有移动 或者说甚至对象都没有运动 或者说非常简单的运动 比如说人 步行 从左走到右 从前走到后 稍微复杂一点的镜头 可能会有推拉变焦 也可能会有摇移 那位置 摄像机的位置 可能会有运动的这种轨迹 或者说移动过 然后对象呢 也是非常简单的运动 那么超级复杂的这种运动镜头 又有推拉 又有摇移 又有摄像机的移动 对象呢 还有复杂的运动 基本上是四合一 所以镜头的划分呢 我们不用掌握太多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镜头 就考虑 用什么样的设备去拍摄 然后你最终 获得一个最佳的画面 才是我们最终拍摄的目的 你最终拍摄的目的